首先就是 就是很基本的 化妝水 精華液 然後那個 這個是乳霜 然後眼霜 我通常會用那個 噴在化妝上面 可是如果 妳現在沒有化妝 沒有 妳皮膚超好的 不要客氣 要噴這麼多 可是我現在不敢給妳拍太用力 我自己是拍很用力 要多用力 妳可以用力 妳用妳的力道 為什麼要用力 然後往上然後拍到這樣 會紅紅的 這麼大力可以嗎 要拍到紅紅的 妳可以大力沒關係 我跟妳講 生了小孩力量都好 不要惹媽媽 就是這樣子 然後拍 拍到讓它完全吸收 如果我沒有用化妝黏的話 然後那個 精華液 有嬰兒之後 自己保養時間會變少嗎 對 我就一罐 好好吃 就很快 因為我想洗完澡 趕快出去陪她玩 而且用的東西不能有 含酒精 對 所以後來我那個 以前都會擦護手霜 我現在不敢擦 因為我很怕它會吃到 然後眼霜 然後因為眼睛會有 那個小細微 對 尤其是妳媽媽愛笑 對 我會把它撐開 是喔 好舒服 就是讓眼霜會吃進去 然後用輕輕拍打的 我才不相信妳都輕輕 妳用自己都很大力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Cream 對 這是妳的 對 不會太油嗎 不會 對 其實量不用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有點 太多 這應該是兩個點的 那個點 全張 一張 對 一張 兩邊 兩邊 好啦 解決啦 好的 妳不看一下 這邊 右邊是有嗎 如果沒有更好妳就糗了 這邊有差 有耶 差很多 對啊 差很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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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心如老師 謝謝 其實我就保養 如果妳常在這邊上班 心如老師 好不好 以後我就換位子了 真的 來 再來是誰 我的問題其實也是 我前一陣子看新聞 然後看到我驚為天人 就是心如女神 那新聞說 妳產後三個月之後 瞬間恢復到妳生小孩前的身材 那聽說上面就是妳還有 就是三餐照吃 甚至還有吃下午茶 可是還是可以恢復很好的身材 我就很想要請教妳去如何 就是保養和吃什麼 這是她的菜單 是我的 對 因為我是請月嫂來家裡面 做月子餐買 妳吃得很少 對 因為我馬上就 我二月底就已經有工作了 所以我就不能 就是因為做月子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麻油雞 妳是做月子要吃那個嗎 還是在餵奶不能吃麻油雞 做月子嗎 是前一個禮拜 因為開刀 所以醫生說不要吃麻油雞 然後後來我不知道 我的營養師都叫我不要吃麻油雞 我就沒吃了 其實最主要是妳要補充蛋白質 因為那時候還在補乳的關係 所以要有蛋白質 然後還有一些湯 就是 魚湯 我是選擇比較清淡的湯 但是又可以就是 不要有勾芡的 對 我覺得不要有勾芡很重要 沒錯 威傑 我要問一個只有深度的問題 什麼 欣如這件褲子在哪裡買 好好看 沒有 私信妳 沒有 我要問欣如的是 因為像剛剛我們都知道 欣如體態保養得很好 皮膚保養得很好之外 欣如又是一個很有腦的女人 我覺得這漂亮又有腦 是最不容易的 真的 那我跟欣如一樣 就是也有時候在內心裡拍戲的經驗 而且我那時候一度就是 就是難過到就偷哭 每次拍完戲都偷哭 我就會覺得 那欣如妳這樣看下來 妳的故事都超夢幻 妳有沒有一些比較就是 我們就是俗人的煩惱 比如說事業就是這樣 都這麼順遂嗎 妳沒有想要放眼鍋 妳沒有受委屈嗎 妳沒有放棄式 妳沒有內心嗎 那妳鋪的點在哪裡 就是 就是會覺得 沒有 不是想講 很累 就是會覺得就是沒有經驗 然後都表現不好 然後可能因為劇組人不熟 人際關係沒有處理得這麼好 就是會有一些 對 懊惱 然後就又覺得心有餘力不足這樣子 但都有開始 誰不是從新人開始 新人也會就是 會遇到很多挫折 那妳新人的時候 有這樣挫折過嗎 有 我有被副導演 也不是罵 就是諷刺 然後就躲到竹竹去 在現場 然後哭完 然後擦乾眼淚當廢食 我覺得那個很可憐 妳後來成為製作人以後 妳有把副導演找來 然後告訴他嗎 對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妳長寶青春的原因 對 我忘記他了 忘記了 就不要把太多不重要的事情 放心上我覺得 對 但是他什麼事情 他都覺得很重要 老師 好 我們這一題 用地水火風來說 那就是 擁有成為女強人特質 不要講的星座 就是妳想當一個女強人 妳一定要去除掉 妳這個星座的一些缺點 或者是可能要具足一些原因 那一樣 我們從心如的風向星座說起 好耶 雙子 天秤跟水瓶 其實我覺得 雙子 天秤 水瓶的人 並沒有說我非要當女強人 不可以 風向星座的特質 就是隨緣 就是隨緣 所以妳要知道 妳如果硬逼她一定要做什麼 那會成為他們的痛苦 就是說她成為女強人 一定要她覺得 這個東西好好玩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好玩 有趣 有趣 然後又可以認識很多人 然後妳把那個責任撇在旁邊 她就會願意投入 然後默默的就成為女強人 所以妳知道嗎 風向星座 妳要保有她們退出的空間 譬如說她們很喜歡乾乾叫 就是說我可以不要當製作人嗎 我可以不要幹這一行嗎 妳只要跟她講可以 她就可以繼續幹下去 真的 真的 因為她覺得她有退路 有退路就會比較願意投入 好 至於成為妳是火象 火象 對 芳芸也是 芳芸也是 小柯也是 小柯也是 對 妳們這些人 要當好一個女強人 不是很容易 我沒有當女強人沒差 是 妳們外表看起來像女強人 但妳們身上都有某一種幼稚 是 真的 妳卻幼稚 我怎麼有 對啊 妳超幼稚 妳在大教堂 人家說要跟你說愛 妳是發什麼神經病 什麼意思啊 我直播 我慢著去死 然後既然有人 但我都很感動 他上面有一個說跟我做愛吧 我就是立刻靜默兩三秒 然後立刻說 妳可不可以去死 去死 妳跟我直播 妳在直播 妳幹嘛來這樣 我好氣喔 而且在一個很神聖的教堂 然後那一天的直播就結束了 然後本來要做的事 我摔不過了 會 然後就結束 對 所以幼稚 所以妳知道 牡羊 牡羊是不是射手就是 我跟你講 你們可能一切都在 你們的正向能量之下 你們的努力之下 有了一點場面 然後就不能發生任何意外 因為那個某一個意外 某一個刺激點 或者是譬如說 那個激將法 你們就會上當 真的耶 真的耶 那妳這樣怎麼成為女強人 女強要沉得住氣 要有謀略 對啊 就是你們在 沒人刺激妳的時候 妳都挺有謀略的 你們都挺冷靜的 真的 但就是那一刻 那個時刻 所以這是你們火象最大的禁忌 好 土象星座 我們現場是沒有的 可是我們可以想像 吳依林老師 金牛 處女還有摩羯 對 土象星座的人 其實他們很女強人 真的 就是他們滿有自己的想法跟主張 然後可能一旦當了女強人以後 他看起來就非常的嚴肅 非常的有殺氣 然後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這樣的情況下 會變成好像別人不太敢靠近你 或者是別人不太敢給你建議 你就可能聽不到 真心話 對 你可能會聽不到 或你聽不近 人家就會覺得跟你講的是白講 對 所以這是你們這一組 成為女強人之後 或者想步向女強人之路 要特別當心的 你要給人家一種 我還是有空間可以接納 你的這個說法的 好 那水象星座 巨蟹 天蠍 雙魚 其實女強人也滿多 對 非常多 你的氣場也很強 我 我不是氣場強 我真的是因為年紀 是嗎 年紀 對 我覺得是年紀 是氣場 你在化妝前還是厚 你在化妝前 可是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特別 從一開始15年前 他們就給我一個 單獨的化妝室 可是我不喜歡 不是說我怕裡面有什麼 我只是我喜歡跟大家一起 在大眾的化妝室 因為我們節目就是 幫大眾解決很多問題的 然後我必須要在那樣子的 一個空間 很大的空間裡頭 我要跟她熟一點 我要跟她熟一點 才不會你知道嗎 有隔閡 對 那互動就會比較多 這樣 其實我覺得水象星座 成為女強人 我們的性格特質就是比較 容易情緒有波動 然後我們很敏銳 我們會感知到 這個周遭的一些訊息 或者是感覺 或者是Feel 所以我完全知道 新美姐要說什麼 因為新美姐如果不融入 在那個環境裡面 去不開放自己的感覺 她是沒有辦法很深入 跟大家交 交朋友也好 或者是做訪問也好 好 可是一個人 一個水象星座 Feel太打開也有麻煩 對 我們可能太感受到了 別人的喜怒哀樂 然後我們的情緒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變成說 一個水象星座 如果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女強人 如何控制情緒 或如何排解掉 你吸收到的太多負能量 很需要 很需要 她怎麼排 她怎麼排 對啊 怎麼排 或者我都自己灌腸 她自己怎麼排 她排一下 對啊 所以 所以我才會交幾個 知心的好朋友 對 然後真心的好友 才可以講真心話 還有我覺得一個水象星座 成功必然的特質就是 一定受過傷害 當然 你不可能是一個溫室的花朵 然後好好的變 在溫室裡面 然後成為女強人 是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水象星座的人 如果你曾經被很壞的人 背叛過 被誰欺負過 其實你要知道 我們的特質就是 這個都是你的養分 對 所以受過傷害的水象星座 反而有機會成為女強人 有 小巴掌 怎麼可能打得下去 你爸爸這麼可愛 我怎麼會打得下去 打得下去 你幹什麼 藍教主小靈心如巴掌 這麼精采的畫面 你不能錯過